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日的时候存留了一些 没来得及放的 开场的这个血糊子辣的比较血腥 其实那没什么事 就是哥们儿手欠 自己掏耳朵把外耳道的皮肤给逃破了 血流了出来 然后正好感染他本身耳朵里就是叮咛比较多 所以说我一直一个观点就是 好多人问我耳朵需不需要掏 那么我的说法就是 如果你耳朵里本身没问题 你不需要不需要去动 如果真有像这样的 这哥们儿其实隔三差五都还经常掏 仍然是这样 就是有东西你掏不了 没东西不需要掏 所以总结下来一句话 就是你自己最好管着自己的手 耳朵不舒服 养啊什么的 该看医生看医生 别自己去瞎鼓的 本来他耳朵也没什么多大事 这个血液流出来 呼在这里边浑着而死 反倒堵的停不见了 这才害怕 其实他耳朵里那个叮咛 老嫂就有了 只不过是这次弄破了以后 发现不对 边边角角还有些碎料 看着挺血性的 其实因为这个耳朵里呢 没有什么肉啊 这个就是皮肤底下就是骨骼 没有什么缓冲啊 稍微一蹭 包括棉签这种 看上去很柔软的这种东西啊 都有可能会导致外耳道的损伤啊 像这种损伤还是轻的 有的那个血直接就顺着往外流出来了 一般人要没见过的话 就感觉很可怕 咱们古人老说 蹊跷流血 蹊跷流血 以为是得了什么重病 其实 批大一点事情啊 这个血干吧 血干吧 我就不去引K了啊 这个东西 皮肤呢 愈合需要时间 呃 也不需要任何第二剂啊 我们身体健康状况正常啊 你又不是什么 呃 严重的这种免疫性疾病啊 内分泌疾病啊 或者是这种肿瘤疾病的这种 我这种皮肤损伤自己就会愈合啊 人不可能靠药活着啊 我始终说这个话 一个人如果说离了药活不了 那这个人 短期可能还行啊 短期你的临时药帮助一下 帮你渡过难关可以 你一辈子总不能 说因为通过一个药啊 来维持生命吧 那就有点 呃 失去了这个人的尊严啊 当然有些特殊疾病是另外一回事啊 我只说的是普通的啊 这些不能说一有点什么事 立马就首先要想到用什么药啊 现在琢磨琢磨这个 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 呃 这图像怎么中间断了啊 从中间有信号断一点 首先要考虑人体有没有可能 有一些自身的修复啊 或者是自身的一些抵抗的能力啊 包括就像我们普通的感冒一样啊 症状不是太重的 绝大多数都可以自愈啊 吃不吃药也无非就是缓解一些症状啊 这个就是典型的很典型的真菌 整个忽了一层啊 包括骨膜表面 都是一层这个真菌科 这个病例好像我之前也是处理过一次啊 这个是几个月以后 又重新复发的 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抗真菌的药 用够啊 真菌这东西也是这样的啊 有一些轻的 呃 我见过一些病例啊 一些轻的只是单纯的把这个东西清理掉啊 双水洗了几次 就没事了啊 有的重的的话 即便是反复涂药 也好长时间不好 这个每个人对疾病的反应啊 是不一样的 因人而异啊 这个要具体灵活掌握 骨膜表面有些碎渣子 大块清理掉 剩下的这些呢 如果再使用器械去直接操作啊 多少有一点风险了 剩的不多了 这就在骨膜的面上啊 这也就是有耳内镜啊 没耳内镜可不敢这样做啊 太危险了 直接就容易把骨膜给捅漏了 那么还是老规矩啊 双氧水泡一泡 就像这个可乐一样啊 应该是说像雪碧一样 可乐是可乐是这个有色的 这个是没色白的 怕一怕这个干片的 稍微粘一点 能吸得动 否则这个干块 干的这种片呢 那兴起直接是做不出来的 然后再回去老老实实的涂抹 这个抗真菌的药啊 真菌这种很常见啊 这个有的人对他很紧张 有的人就无所谓 大大咧咧的 有的人一听说点 有点真菌 就觉都睡不着了 有的人就觉得无所谓 反正就是有点痒痒 也没多大的影响啊 这个人呢 对这个事的反应 真是千差万别啊 这个呢 也是一个真菌 但它比较特别啊 它是一个做完耳内镜手术啊 其实刚才如果有的朋友 要是眼贼一点 已经看到 他这骨膜上有个小的孔 这个是一个 之前是一个骨膜穿孔的病例啊 后来在 他看的时候是在我这看的 但是因为这个费用的问题啊 他在我这做的话 费用没办法报 然后手术没在我这做 然后做完了 回来是复查的时候找我看看 但是发现这个手术完以后 外来到有一层这个真菌的东西 在清理完以后啊 这个已经手术了 有一两个月了吧 好像是 它是几个月之前 我看 大概夏天之前吧 可能是春末夏初的样子 当时看过 我看了他这个手术切口啊 模式基本上是比较传统的 这种耳内镜的骨膜修补啊 取得这个耳瓶软骨膜啊 耳瓶软骨 但是非常可遗憾的是 这个修补没有成功啊 没成功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啊 一方面手术具体的操作技巧 另一方面也是个体的因素啊 移植上去的东西 有的时候真是不好说啊 我也碰到过 以前也有过这种案例 贴上去的东西 没有完全预和好 把真菌啊 清理完以后 可以看到啊 骨膜上这个比较大的孔 他原来在手术前 这个穿孔更大 现在贴了以后 还有遗留下这么多啊 再等等看看吧 因为手术的话 对骨膜是一个 形成一个新鲜的窗面 理论上来说 这个穿孔还有缩小 甚至完全愈合的可能啊 只是说这个理论 那么近期就得观察一段啊 然后外耳道呢 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涂抹一下啊 先把这个真菌控制住 骨实力还行啊 基本上比较干燥 这种是一个在做骨膜修补术后 出现的真菌感染啊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干性的真菌片啊 这个人的外耳道比较窄啊 这个好像是从 哪个地儿 外河北哪个地儿过来的吧 当地的医生甚至建议他做这个 外耳道的成型手术啊 我们耳雷镜处理一下 看了看 觉得窄确实窄 但是还没有到说 非他手术那个地步啊 肉眼上估计是确实很困难了 肉眼上是不太容易操作 但是在耳雷镜的话 视野可比肉眼要更加精细的多的多 这种上一期的这个金箔啊 跟那个差不多 这个比较厚 你赶上这个人外耳道空间窄 缝隙挑开啊 后边该上什么 我估计咱们老铁都知道啊 剥开以后拿小钱的夹出来啊 有一期这个正颈块呢 跟皮肤的粘着比较紧啊 夹到最后呢 甚至都直接就出血了啊 所以这个尽量的啊 分离到贴近骨膜 甚至是说 有一部分如果外耳道足够宽敞的话啊 这勾针可以直接从骨膜往下分离 玻璃道一定程度啊 该换小钳子了吧 哎 来了 我们的小钳子出厂了啊 这种后期也得用药啊 抗真菌的药 掌握好这个力度啊 可以大部分的去除 有时候中间 你实际上崩断了 喝 这大金条 好 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祝大家 哎呀 清理的还不错 祝大家这个过庆节假期啊 过得能够 愉快啊 不要老在路上堵着啊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